就提到天国的义 听英国的义 律法的义的一个 当然今天这个经文 可能比较稍微长一点 不过我想 我主要是提供给大家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纲 师母常常说 我讲道还想吃个牛排 一块的 半磅的牛排 师母每次讲道 想切个肉丝 切个肉丁 它可以一个福 讲一个小时 那我是八个福 再加上光和言一起讲 对不对 那我想给大家一个 大的一个轮廓 如果比较详细的话 当然师母的那个 马太福音就讲得很详细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进一步的参考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是从这个第五章 十七节到四十八节 不过我想我们就念一段 讲一段 念一段 讲一段 就每个人都一念 念好长 然后等到后面讲的时候 都忘记前面讲什么了 好 第五章十七节 如果你有圣经 请翻开你手上的圣经 不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 废掉这律法中 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 这样做 还在天国 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 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 遵行 还在天国 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 和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那这个圣经 我想是整个登山宝训 后面详细提到 很多的内容 包括天国的义 跟文士法利塞人 所提出的摩西律法的义 这个区别在哪里 我们今天有很多 基督徒有一种观念 想法 就是旧约 好像被已经废除了 只有新约了 那所以旧约跟新约的 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要搞清楚 所以有些人是讨厌旧约 其实旧约跟新约的关系 并不是好像把这个旧约 废除了这么简单 其实照耶稣的说法 成全的意思是提升 提升 所以换句话说 旧约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 是保存下来 只不过 只不过 不是照外面的意思 而是更提升 更成全 这叫天国的义 那因此 我们刚所读的圣经 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不是废除 是一个 更新的一个约 是成全它 那什么叫成全呢 成全这个意思 有几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 它是应验 应验 就是说旧约中 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现在应验了 所以就成全了 那么预言 当时讲的时候 是说会有件事情发生 现在成全了 实现 所以因此应验的意思 第二个成全的意思是什么呢 旧约中 隐含了很多 关于旧恩的真理 那么 关于预言到将来的弥赛亚 将来的旧恩 现在呢 更成全了 就是更全备 观察说 过去 可能是隐隐约约的说 现在是明明白白的说 明明白白的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以赛亚书53章 我们都很熟悉 提到受苦的弥赛亚 最后耶和华 以他为赎罪祭 然后呢 要成全这个救恩 那现在当耶稣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一位神所预备的赎罪祭 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整个教导 全备了 所以你从这个观点 你可以了解 同样在马太福音 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 第十章 耶稣那时候差遣 十二个门徒出去 传福音 但耶稣这样吩咐的 撒马利亚人的村子不要去 外邦人的路不要走 你只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就好像这个救恩 这个福音 只传给以色列人 不传给撒马利亚人 不传给外邦人 为什么 福音只给犹太人吗 可是同样在二十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却怎么说呢 二十八章却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传福音给万民听 那为什么到那边又变成要到万民呢 那为什么前面不行呢 中间一个关键的问题 中间时间上一个差别点 就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 耶稣钉十字架 耶稣钉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后又从死里复活 救恩成全了 所以之前 救恩没有完备的时候 如果使徒们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 去撒马利亚人传福音 那请问福音是什么 对犹太人来讲 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们就有个特权 成为神的儿女 那外邦人不是 撒马利亚人不是 那请问救恩是什么 难道他们要受割离 归入犹太教才能得救恩吗 是犹太人会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 但有些人就过不了这个关 为什么我要受割离 为什么我要吃犹太人吃的东西呢 受这些限制呢 那因为 那个时候来讲 就变成要归入犹太教 成为犹太人 你才能得救恩 当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 等他钉了十字架 他死了 成为赎罪祭 他又复活了 福音全备了 ready to go 所以到二十八章去吧 对第十章不要去 第二十八章要去 中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耶稣钉十字架 那又从死里复活 所以成全了 就全备了 福音全备了 所以他可以出去传福音 也同时这个成全的意思是 因为 耶稣的死之后 他走了 耶稣说 天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费师 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圣灵在我们人的心里 那圣灵在我们心中呢 使我们能够从内心去遵行 旧约的律法 过去的律法呢 努力 怎么努力 做不到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 现在是 圣灵在我心中 给我恩典和力量 所以我从里面 去成全 这个义 所以因此 耶稣说我来要成全的意思 并不是说 耶稣讲完道 听完道 你就成全了 而是说耶稣来带来一个新的 一个事情 所以整个所谓的新约 不是把旧约的每一条废除 而是从更深的内部 去实行它 成全它 完全它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不要说旧约的完全没有意思 那就我们就不要读旧约圣经了 不 旧约圣经很多属灵的真理 还是很有帮助的 不管是历史的故事 不管是先知书 甚至包括摩西的律法 都是很有益处的 很有益处的 只不过呢 我们现在不是遵守外面的那个规条 而是遵守里面的东西 所以待会儿我们会提到 耶稣为什么拿来做对比 律法的义 跟天国的义 律法的义是这样说 然后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只是我告诉你们 所以从更深的层 从高的这个层次 来告诉我们 来教导我们 所以律法 严格说点是一个影像 不是那个本体 真正的本体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本体 所以影像 你可以说 所罗伦所盖的 富丽堂皇的圣殿 希利王修建的圣殿 那只是一个外形 真正的圣殿 不是人手所建的圣殿 所以等等 所以这些律法 给你一个框架 但是真正的实体 是耶稣基督带来的 耶稣基督带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旧约跟新约之间 有一个连续性 也有不连续性 有一个continuity 也有discontinuity 两个不完全是切割的 好像完全没有连接性 但是也不止等同 所以既有连接性 也有不连接性 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以后 就带来一个新的世代 新的世代 所以是好像一个旧约的延续 但是又有完全新的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这两个不是完全切割的 但是新约 耶稣基督所带来的 很明显的 他提醒他说 天地都废去了 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 一点一话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叫一点一话呢 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 有的字母 就是一个逗点 就好像我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I I是这样写的 它是这样写的 像我们的逗点符号一样 一个逗点 一点 也有一个字母呢 就好像我们的Jack Jack 然后是 勾很长的 对 一话 一点一话 就一个字母都不能改 这个意思在这里 那难道摩西的律法 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吗 然后说 谁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 他在天国是最小的 教训人家遵守 那都得遵行 然后当然 旧约的律法 我们今天怎么遵行呢 我说过 我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框架 细节很多的内容 我们今天的讲道 不可能把它全部涵盖在内 那事实上 我刚刚写了一本新书 大概这个礼拜在台湾正在印 印好大概过两三个月 在台湾送到美国来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本书 那本书是讲基督教伦理学 基督教伦理学 名字叫天起义路 启示路的起 天起正义的路 义路 天起义路 副标题基督教伦理学 我就是用实戒为框架 然后再来谈到什么同性恋问题 堕胎问题 死刑的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伦理道德 其实是有个框架 那个框架就是实戒 当耶稣在说诫命的时候 固然是讲整个摩西律法 但整个摩西律法的框架 就是实戒 所以我就用实戒 来谈基督教伦理学 应用在每个方面 包括可不可以打仗 人犯罪该不该判死刑 有的基督徒反对死刑的 可是有的基督徒赞成死刑的 到底赞成还是不赞成 摩西律法怎么说 我们今天怎么遵行呢 所以耶稣说 我们今天是主日敬拜 所以我认为 安息日很多规条 比如说 安息日什么功不可以做 什么功不可以做 还有那个日子 是安息日 这一个表面的条文呢 我们已经不再遵行那个东西 我们以更高的成全的角度 去遵行安息日 我们怎么样 把主日这一天分别为神 来敬拜神 这是精神 但不是 礼拜天我们可不可以去market bag 买菜 礼拜天我可不可以开店 如果老板要我礼拜天加班 我可以加班 很多这种细节的问题 如果到旧约律法 那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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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我们现在这时候 也并不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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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你要仔细来想 我愿不愿意把某一天分别为神 来敬拜神 单单以他为喜乐呢 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一天做这件事情 如果在环境上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能在礼拜天做礼拜 我打死了就礼拜天 做礼拜 所以我们有遵行安息日的原则和精神 但未必遵守安息日的条款 摩西的条款 一样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先有一个认识 那接下来 所以十九节二十节他就提到 然后耶稣就讲说 你们的义 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 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会在 这个表面的框架上 条文上 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文士法利赛人 是非常会在这份家的 比如单单一个安息日 我刚刚说了 安息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的时代 有一种叫做Mishnah 什么叫Mishnah Mishnah就是那些Labi 他们教徒弟 师父教徒弟 Labi就是我们中文翻译成 夫子老师的意思了 他教门徒嘛 所以夫子教门徒的时候 就有些口无传的律法 后来在耶稣死后 大概公元一百年到两百年之间 就把他汇总其为 叫做Mishnah Mishnah Mishnah 这个东西呢 就是单单讲 安息日这个条文呢 英文的翻译本 就翻译的二十一页之多 二十一个page 单单一个安息日 还没有讲摩西其他律法 然后后来Mishnah是 我说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 整会懂出来的 过了几百年以后 后面的人又加油添出 所以把Mishnah 这一步的扩充解释应用 就变成Talammu Talammu Talammu等于Mishnah的注解书 注解书 那好 就从二十几页的Mishnah 讲到安息日的 到后来扩充到多少吗 八百多页 一个安息日有八百个page 你看看有多少细节条文 不得了 这就是文师法利塞人的义 耶稣所要求胜过的意思就是说 从内在的思想和动机上 来达到那个义 而不是文师法利塞人所教的外面表面上的那些义 耶稣的时代 他的门徒跟法利塞人之间有很多冲突 走过麦田 他掐起这个麦穗来 掰开来 生的麦穗 麦穗就可以吃了 听说蛮好吃的 我没吃过 犯了 安息日 安息日不可以吃的 请问摩西律法上 什么有提到这个 没有提到这个 他们只是根据摩西律法进一步的扩充解释 解释 再解释 解释 越解释越多 这就是外面表面的东西 而不是内在的精神和动机 所以耶稣提到 神喜爱 连续胜过于 祭祀 你懂这件事情吗 神到底是关心人的需要 还是一个什么戳麦子不戳麦子呢 所以耶稣要求的意义 为什么是 胜过 就是高于 就从内在的精神动机来看 而不是只是从外面的行为来看 所以这个胜过 文士法利山的意义 这个胜过 一方面也是品质上 数量上 什么叫品质上 你从内心 真意上来遵行 而不是只是表面上 什么叫数量上 譬如说耶稣 曾经对彼得说过一句话 彼得说 一个人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够吗 耶稣说不够 七十个七次 那就是无限制的 所以是品质上和数量上 谈到爱 谈到饶恕的时候 是超过律法要求的 律法说 我一次 饶了他 OK够了 但是耶稣要求的胜过 是品质上和数量上的胜过 但是并不等于说 我们要胜过文士法利山的意义 我们有另外一个更高标准的意 靠这个意 我才能够进天国 那不就要努力进天国吗 不是的 不是说我们要靠意义 不管是旧约时代 摩西律法律的意义 或者新约时代 更高标准的意义 达到这个 我才能够进天国 不是 一方面 圣灵的重生 送人的内住 给我们内在的力量 第二个 当我们读到后面 这些对比 提到文士法利山的意 然后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 更高的意 文士法利山的意 我们都不一定完全能做到 何况了更高标准的意 那如果要做到才能进天国 最后结论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没希望 不要准太高了 爱仇敌 有些人说 我家里那不可爱的老公 都爱不下去了 还爱仇敌呢 那所以 要靠内在圣灵的重生和内住 就是说一个内在的力量 另外一件事情是 当我知道神对我的要求 天国的意是什么的时候 我心里面可能会发出一个感叹 主啊 靠我自己 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后就回到什么 上一次我就提到 那个八福 我也说过 八福的第一个福 是整个一个钥匙 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当你知道 天国的意是什么 远超过 胜过 文斯法利山的意 而你觉得 不好讲 然后当你觉得 高不可及的时候 怎么办 你心里就发出一个感叹 主啊 我真是灵力贫穷的人 我没有能力 除非 你的恩典帮助我 除非圣灵帮助我 否则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你回到 灵力贫穷的时候 天国就是你的 你就是天国子民 你懂了这个钥匙吗 所以高标准不是让你 好 然后更努力去钻 我告诉你 钻刘脚尖啊 你钻不进去的 就是那个高标准 让我感受到 主啊 我真是灵力贫穷啊 文斯法利山的意义 我都不一定 凭自己努力做得到 那更高标准 那可望也不可及啊 可这个时候 不要变成灰心 不要变成一种 那算了 反正你努力也没有用的 反正谁也达不到 反正是软弱的 这种话就是找借口 而是说 主啊 我何等的盼望 能够达到你的标准 但我知道 没有圣灵的同在 没有圣灵的帮助 没有你的救恩 我是不可能的 因此 灵力贫穷的人 有福了 天国是你的 而不能说 哇 这个标准蛮高的 不过还行 我努力看看就可以了 你觉得你还行 你完了你 你觉得我不行 你有救了 简单说起来 这么回事 你觉得 哎呀 太难太难了 主啊 怜悯我吧 你有救了 如果你觉得 标准高了一点 不过我想我还可以的 那你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 从21节开始 我说 我用比较 减快 减略的方式 让你这个架构 它六个里面 都是一个比例 都是用 什么叫超越 文斯法利赛人的意义 那就是说 在后面的六个里面 一开头都是说 你们听见 有话说 或者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那听说 这谁说的 都是拉比说的 但拉比可能会引用 摩西律法 旧约圣经 所以 拉比说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 下面就是 只是我告诉你 那是耶稣说的 所以用耶稣说的 跟拉比说做对比 那就是超越 后面的超越前面 然后 当然到第六章 今天不会谈的 就是后面有提到 除了一些 这种道德规范以外 后面是提到一些敬前 比如说祷告 施舍 进食 这他们认为是 最敬前的表现 也是有个对比的 他们是怎么教的 他们怎么做的 只是我告诉你 那这样做 投用这个鲜明的对比 那就是来回应 第二十节所说的 你们的义 要胜过 文师法律下的义 否则你不能进天国 但再一次说 不是要靠 遵行自己的义 达到今天国 而是因为胜过了 超越他了 那就更高标准 更难进入了 更懂得 反映出自己的 灵力的贫穷 愿渴望神的帮助 渴望圣灵的同在 因此把这种高不可及的那种 好像无奈 这种无力 无力感 转化为一个动力 恳求神的同在 恳求圣灵的帮助 那就是淋漓贫穷的人 有福了 天国神秘的 然后接下来 再开始六个 好 我们一个个来看 六个义的对比 就是文师和法利赛人 拉比所教的义是什么 然后耶稣说 我告诉你的义又是什么 第一个 论杀人 他说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那么这些 有一些是记载在 摩西律法 比如说不可杀人 实际然后有一条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这是拉比教的 但不管是 他直接教的 或者拉比 引用旧耶稣所讲的 这是一种 然后二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提出他的义 凡向弟兄动怒 难免受审判 不是 杀人难免受审判 你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然后下面就说了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什么是拉家 什么是魔力 一个是亚兰文 一个是希腊文 意思是一样 这是笨蛋白痴 用今天中国的习惯 说的话是什么 脑残 小心啊 你骂人家脑残的时候 你就难免地狱的火 难免公会 是犹太公会的审判 不是杀人要受审判 当你骂人家 白痴 笨蛋 傻瓜 脑残的时候 你这个话 本身 就要在神的面前 要被审判的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所以 第十 直接第六节是 不可杀人 没有错 这个不可杀人 这句话来自于实践 但是耶稣讲 圣过的意思是什么 杀人一定先动怒 你会动怒 气起来才会杀人 你不会 心情很好的时候 后来就拿来杀人 当然有人杀人为乐 那杀人为乐 你杀什么人 你不会杀你最喜爱的人 你杀一个你讨厌的人 或者看不起的人 所以杀人 一定有内在的动机 所以他是说 你动怒的时候 就难免要在神的面前 受审判 不是等到产生行动 所以摩西路律法 都是用行动的 不可杀人 待会会提到 不可奸淫 要有奸淫的行动 才算 可是耶稣的说法是 圣过就是动淫练 就受审判了 所以你的动机出来了 还没产生行动 以前你已经 要在神的面前被审判 所以这是胜过 超越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分辨的是 那是不是不可以动怒 任何情况都不能动怒吗 其实我们要分辨的是 我为自己的利益动怒 还是为神的公义而动怒呢 是为自己的利益 还是为自己的自尊心动怒呢 我意思是说 圣经上有一些动怒 不是动怒本身是错的 我们举个例子 旧约实弹 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然后已经都走到 快要进迦南地了 在民宿记最后 曾经记载一件事情 因为那个假先知巴兰 想要咒诅以色列人 不行神拦住他 他不能咒诅 只能祝福 但他收了贿金 贿落的监 最后他就替 这个摩押王出了一个收主意 要去咒诅他们不可能 他是耶和华神保护的 耶和华神所拣选的 你只有得罪耶和华 耶和华才会动怒的 就教这个摩押人 怎么引诱以色列人犯罪 犯淫乱的罪 加上拜偶像的罪 耶和华动怒就杀了两万多人 杀两万多人 所以那时候他们跟着 一些什么米店的女子 有一些淫乱的行为 然后跟着米店的女子 去拜他们的甲神 以致耶和华动手 那摩西都带着会众 在会幕前集合痛哭 为他们犯罪痛哭 为神的责罚痛哭 因为死了好多人 正在会幕面前 痛哭流泪祷告的时候 来了一个人 刘辩之派的 刘辩之派不是最高的组长 是年轻的少壮派的一个小领袖 当着他们众人的眼前 就带着一个米店的女子 而且那米店的女子 不是普通人 是米店的公主 米店组长的女儿 就带进她的帐篷 去迎乱去了 当时坐在那里 有祭司亚伦家族的 亚伦家族的 以利以限 他的大儿叫菲尼哈 菲尼哈 正在 好像这个 怎么讲 裴灵慧 为罪痛哭流泪的时候 亲眼看见一个 刘辩之外的领袖 就带着一个女人 进帐篷去了 要迎乱去了 他们正在为 以色列人的迎乱 在痛哭流泪认罪打扣 就来了一个人 当场就这么做 菲尼哈怒火中烧 立刻站起来 就从这个会幕前面 就拔起一根长枪 进了会幕 一枪吃过去 把流变的 那个支派的一个 小领袖 跟那个女人 一枪 我看一枪 穿过去两个人 杀了 菲尼哈动怒 但耶和华神说 菲尼哈 以我的怒气为怒气 就是说 我所恨恶的 他也恨恶 所以他说 以后菲尼哈的子孙 永远 成为祭司 因为他以我的 忌邪的心为念 神是忌邪的 他有意怒 所以菲尼哈 以神的怒气为怒气 他对了 这个动怒 没有犯罪 相反 讨神的喜悦 可是我们的动怒 是为神的荣耀 还是你觉得面子挂不住 还是你的利益 还是你的自尊心受伤了 我们的动怒 大部分是为自己的 也很少是为神动怒的 很多时候说 我为神动怒 其实真的说起来 可能我们还在神面前 被检验 你是真的为神 还是为自己的 所以如果是为自己的动怒 难免神的审判 所以拉加摩尼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这是 一个是亚兰文 一个是希腊文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 只是两统语文 意思是完全一样 就是白痴笨蛋的意思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二十三节说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详细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谈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礼物 那后面就有个例子说 李同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谐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跟交付压役 你就下在监理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 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是我想起一件事情 你们Pollern教会 我不知道你们这种事情 可能没有 感谢主 可能没有 我也希望没有 但是即使不是Pollern教会 或者你个人 可能在教会里 难免发生这种事情 我听说过太多了 教会里面 这个人跟那个人之间 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之间 有一些彼此不合的地方 以至于某一个人 向某一个人怀怨 或者觉得说 那个人得罪他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种得罪 不是指私人的事情 有时候是蛮严重的 有时候为真理 为什么事情 那我们这样说 他是说 如果在地团上献礼物的时候 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先和解 否则 祭物不蒙愿 什么意思 我跟某个弟兄 心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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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可能在我自己的教会 我是负责戴敬拜 我负责讲道的 我负责做动作息的 我有一个宗教的责任 那我跟那个人不合 我做我的事 我做我的事 该做的事 在教会里面 还是有头有脸 耶稣说什么 如果你跟弟兄之间 你有这些不和谐 你所做的 所有的侍奉 不蒙愿 先去从他和解 所以我知道 有些教会里面 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彼此不和 可是 还得装个样子 带敬拜了 带敬拜 带唱诗了 带唱诗 讲道了 归讲道等等 不和还是不和 那请问你们的侍奉 耶稣说 蒙神悦难吗 如果你读这段话 读清楚的话 你就知道 不蒙悦难 先和解去 甚至 我也知道 有些弟兄跟姐妹 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之间 不相往来 就是我们这辈子 不要见面 我要问一个问题是 将来我们在神的 审判台前的时候 请问见不见面 说不说话 还是说 一定有一个上去了 一个没上去 你不可能到神的台前 两位都是所谓 主内的弟兄和姐妹 彼此不和 我们带着这样的不和 这样的裂痕 这样的怒气 到神公义的台前 两个人都站立得住 我不相信两个人都站立得住 可能两个人都站立不住 或两个人当时 有一个人站立不住 所以耶稣讲的比喻是 你还没有去到 审判官面前 先和习 先处理好 不然就去不了了 或者去到那 有一个就下去 一个就上去了 所以我是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 跟别的所谓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 那种鸿沟裂痕 大的一个地步 两个人是老死不想往来 我这常在想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将来谁能上得去 谁上不去 或者两个都上不去了 所以两个都不和解 还是说两个都不能去 最不可能是两个都上去了 两个人还是鸿沟很深 然后到神面前去 论理去 我们到审判官面 你说 你看我的地空怎么按照 你可以这样子吗 我想到那时候 真相大白 如果两个都还在怒气 到神的审判台间 非常有可能 两个人都上不去了 所以最好在地上先和解 别到天堂见面 到天堂再见面 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耶稣说的意思在这里 那个审判官是天上的审判官 你还没有到那里前先和喜 否则你就被关在监牢里了 如果用这样的比喻的话 这个监牢就地狱了 那就出不来了 所以耶稣是用内在的动机 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是外面的行为 好 第二个论 奸淫 二十七节 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这是十戒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营练了 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底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底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地狱 一样 摩西律法的规定是 奸淫必须产生行动 但是耶稣是说从动机 念头开始 那当然今天这个全世界 不是只有美国 中国一个样 美国一个样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好样 都是婚姻关系非常错乱 那因此你要说 这个淫乱的行为是指什么 所以婚外性行为都叫淫乱 婚外 婚姻之外 包括婚前同居 婚前性行为是淫乱 婚后已经结婚了 然后你跟别的配偶之外的人 有性关系 婚后的 婚前婚后都算 这种都成为不合法的淫乱 所以这个淫乱的行为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糟糕 那当然如果你去看我 写好这个书 我会给你统计数字的 在这方面 尤其在中国 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的淫乱 全世界独一无二 我告诉你 绝对中国大陆口号叫超英赶美 超过英国赶过美国 我告诉你 大学生的淫乱 中国是超过英国超过美国的 但是美国没好到哪儿去 婚外的婚后的 加上同性恋 一大堆糊涂 一大堆的事情 但是婚前的性行为算不算有呢 是 可是我在中国 有的时候会到一些大学生团契 分享讲道 我也注意到 在中国大陆 连基督徒的大学生 婚前同居都有 所以在基督徒当中 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的 虽然比不是基督徒的少 但不是没有 所以淫乱的问题是很严重 那耶稣讲道就是从淫恋开始 从意恋 看见妇女动淫恋 特别对男人 包括我们当中弟兄们 男人的很多的思想 是从眼睛开始的 所以淫恋 他从看见动淫恋 主要是说眼睛你要小心 那思想的读术 一方面从读进来的东西 包括看到一个海报 看到一个图画 看摄情电影 摄情的东西 书刊等等 好像一个毒素在这里面 然后什么叫看见妇女动淫恋 那有的时候 有些人譬如说到海边到有些地方 有人穿着很暴露 除非眼睛下掉 否则你会看见 不是 看见了 那除非眼睛遮起来 意思是说 你以淫乱的那种动机在看一个人 懂吧 你看人的时候不是只是这样看 而是你心里面有邪恶的动机 这就算犯淫乱 所以弟兄姐妹 特别弟兄们 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 有三个非常 因为这个整个的媒体 大众媒体 新闻 广告 那种东西常常就是会引诱人的 而且我们所读的所谓东西 都好像吃了一堆毒草 所以因此很容易就 咔嚓一下 所以也是用一个很夸张的比喻 右眼叫你得到挖掉它 弯掉它 右手让你分子割掉它 不是真的要你挖眼睛割手 也是用一种夸张的 绝对的一个方式来不惜代价 要一刀两断的意思 当然如果我们做这些这种事情 防范的措施 一定会人家讥笑你 是什么 哎呀老古董 假道学 但是 你是不是宁可为了保守 你一生生命的纯洁 圣洁 就让人家讥笑 你知道前一任的副总统 那个Pence 他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就说 他说如果我老婆不在我身边 我绝不跟任何一个女人 不管是老的小的丑的漂亮的 单独跟一个女人吃饭 吃中饭吃晚饭 除非我老婆在 只要我老婆不在 我绝不单独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 报上称赞她的很少 骂她的很多 怎么办 我说女人跟你吃饭 我也诱惑你啊 我也怎么了 我也怎么了 很多都骂她 老古董 假道学 她是福音派的基督徒 那如果你为了避免一些事情 所以你做了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个防范 设立防火线 你很可能会被讥笑 你愿意吗 你愿意这样做吗 我在写那本伦理学的书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这些事情 有很多基督教的机构 机构包括神学院 福音机构 甚至有些教会 另一个规矩 不是每一个 有的教会定下一个规矩 不准他教会的同工 跟异性的 同样教会的同工 过分单独在一起 或者吃饭 或者是什么 做同桌 三个人以上 没问题 One to one 避免跟异性同桌吃饭 你会觉得 哎呦 什么时代了 他定这种规矩 但我个人觉得 宁可被人家讥笑 这是一个防火墙 他们有些公司 基督教机构 规定 你如果去出差 避免一个 一个对一个 一个异性 一起去出差 最好三个以上 那住旅馆的时候 最好不要住同层楼 等等等等 坐飞机 甚至不要坐隔壁位置 你说这些太那个了 我觉得从个角度来讲 这是有智慧的 或者 这就像 身上所说的 我缺带一根手 挖在一个眼睛里 一样 为了避免 其实 比特克林 这位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有人就访问过他 他的做法跟Pence 所说的差不多 在任何场合 我绝不跟一个异性的姐妹 或老或小 或在任何情况 任何理由 单独在一个隐秘的空间相处 什么叫隐秘空间 到我旅馆房间来 哎呀牧师 我有一个神学问题 要问你一下 这不要让人家知道 Bitgram说 如果这种情况下 我会在哪里 大庭广东 大庭一个角落 没有人 大多看到我们 但你有问题 你再问 但要在一个旅馆房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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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那记得不能避免 他把门打开 表示人随时可以进来 随时可以走 不会看见的 那有什么话 赶快讲 这样 他几十年来都这么做 所以Bitgram从来没有性丑闻 你就懂得 这是有智慧的做法 Pence只是笑法 Bitgram的做法而已 这就是叫做 把眼睛弯掉 把手切掉 宁可被你笑 我也要在神面前 靠主的恩典 持守这一点 不要对自己 太有信心 觉得我不会了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说不会的人 正说的 你可能就跌倒 所以耶稣提到 迎面的问题 不是行动的问题 然后呢 再来一个离婚 两个是相干的 但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31节 也有话说 人若修妻就当给他修书 拉比特教导 当然摩西律法也有提到了 32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 耶稣说 修妻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你就是叫他 叫谁 叫你的老婆做淫妇 他如果没有淫乱 你把他修掉 就等于是 你给他贴个标签 他叫淫乱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不但是不合理 而且你等于是诬告别人 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淫乱 而被修的 谁娶这个淫乱被修的妇人 那个人也犯淫乱 耶稣的重点不是说 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 什么情况下不能离婚 他强调是 婚姻是神圣 你不可以轻易的 用任何理由来离婚 轻易的 不是绝对不可以 那提到说除非为了淫乱 表示淫乱是一个exception 是一个可以接受 当然到了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有更详细的说明 其实这个背景是这样 所谓拉比的教导 当时在耶稣时代 拉比有两派 一个healer 一个是sharmai 两个拉比 名字 一个是sharmai 那sharmai这个人比较保守 他说除非为了淫乱 耶稣讲的就是sharmai的 那个拉比的教导 sharmai是说 除非为了淫乱不可以休期 healer healer他就很宽松 他说你知道看你老婆不顺眼 甚至哪一天他犯烧焦了 你都可以休期 那你知道人的心里在这里 尤其这个大男人主义 所以耶稣时代的大部分的拉比 大部分犹太人都喜欢也都接受了healer的教导 任何理由都可以休期 但耶稣是用一个保守的说法 而且是合乎圣经的说法 除非他犯了淫乱 犯了淫乱就破坏婚约 否则你为什么休期 不是给轻易休期的 等等 他在这边教的很短 但是到十九章就讲的比较长一点 再下来一个 他提到什么呢 起事 你们听见吩咐有古人话说 不可备事 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 他说古人的话 这个是什么 就是拉比教导的 虽然跟摩西的律法上有类似之处 有吩咐古人的拉比吩咐的 说不可以备事 回去你的誓约 所起的事要向主谨守 那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事都不可以起 不可指的天起事 天是神的作为 不可指的地起事 地是他的脚凳 不可指的耶路撒冷起事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 其实就是神的精神 不可指你的头起事 你不能叫一根头发变黑变白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多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可以 不可以随便起事 为什么这也是个背景 背景就是说 在当时耶稣时代的犹太人 还有拉比的教导 很诡局的 他说 你指的天指的地 指的耶路撒冷起事 反正不是跟神说的 我指的天起事 天我也没有说耶路撒冷 所以他认为 指的天指的头 都可以说话不算话 说话可以不算话 我是起事 可是说话不算数 没有约束力 耶稣说我告诉你 你无论指的任何东西起事 都有效 你是在神面前起事的 你有指的天吗 你有指的地吗 指的耶路撒冷 指的头吗 或者你什么都不指 只要你起事 都有约束力 都要在神面前受损 受审判的 换了说 你不可以随便这样 当然耶稣说 所以什么事都不要起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一些基督徒 可能过分狭窄的 应用这些圣经 就是说 我去法院的时候 要你起事 我不起事 耶稣说 什么事都不可以取 所以有少数的基督徒 是什么事都不取的 但耶稣这个话 是这个意思吗 耶稣意思只是说 你不能用任何的 借口说 我指的那个起事 那个不算数 所以我可以被约 我可以被事 我可以说话不算话 耶稣说 不可以讲 并不是说 真正不能够 很慎重的起事 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你记得吧 最后大吉士说了一句话 指着神起事 你到底 他问耶稣 你到底是不是 神的儿子 大吉士是指的 耶稣神起事的 我奉神的名 请问你 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什么 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 所以这个等于是起事 因为对方是起事的 我是起事说是 所以并不是代表 完全不能起事 保罗书信里面 也常常写 这样一句话 神可以替我作证 我的心是如何 对不对 这就是起事 所以严格说起来 不是禁止一切的起事 而是禁止 轻率的起事 还有做假见证的起事 就是 比如说 这个削渡神的名 妄称耶稣神的名 你用神的名 结果你不算数 不 你奉耶稣的名 起的事 就必须遵守 即使你宣誓的时候 你可能搞错了 你也不能被约 就约一个例子 比如苏雅 带领以色列人 进了加兰地 然后先攻下耶利哥 又攻下了艾成 势如破竹 就艾成再下去 一个城就是鸡变成 鸡变成就知道 不得了 这些人来了 打不住的 耶利哥淪陷了 艾成沦陷了 所以即便人就 骗以色列人 假装他们从老远地方来 跟以色列人要签合约 他们没有求问耶尔华 包括耶稣亚 他们就跟他签了合约 签完合约以后就发现 其实即便人就在艾成往西 一两天就走到了 被骗了 可是问题是 他们在神面前立约了 立约了 那怎么办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说 那不算 要杀他们 耶稣亚说不可以 我们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虽然我们是被骗 立约就是立约 这个事立了就不能被约了 所以他们只能做福苦役的奴仆 但不能杀他们 就后来是到扫罗王时代 扫罗王改变心意 他去杀几遍人 结果反而处罚是什么 扫罗王有几个儿子受罚 被处死 为什么 被约 所以旧约算法是这样 你启示的时候 你可能是被骗 不过约就是约 事就是事 你不能被约 所以实际上是这样的观点 所以宁可吃亏 你也不能改变 所以耶稣是对于 在神的面前说话 非常慎重 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真的 因为你在法庭作证的时候 你不管交通法 任何法 在美国法院特议会这样子 一个书机官就问你 看着圣经 你所说的全部是事实 没有一点点不是事实 然后靠主的恩典 Yes 所以他们是美国启示 真的是在基督教面里能启示的 那你不能说我基督徒不启示 不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我愿意诚实的作证 然后 开始八节 就爱仇敌了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来自摩西律法上是有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二人作对 有人打你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有人想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路 有求你的 有向你借贷的就给他 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好 这个是对待恶人 他不是投底 投底在后面 一个人不讲道理 你怎么办 你眼还眼 牙还牙本来是报复 我想我们中国来的 我们常常听到 就是绝不手软 对不对 你要欺负我 我告诉你 你怎么来 我怎么去 牙还牙 这叫做报应 请问这合理不合理 其实我告诉你 这种报应法 是古往今来 各个民族都用了一个方法 而且是公平的 所以旧约提到 一眼还眼牙还牙没有错 但是你个人来讲 你不与恶人作对 不是佛家法律 就你要了解 分清楚 是个公平的基准 对 就业立位计 生命计都有提到 但是往往被滥用的情况 就是说 既然是牙还牙 一眼还眼 所以你打了我 我就报应 事实上没有经过法律审判 没有经过法律审判 而且我受害人 我可能也不是执法的人 我就动手了 这是滥用法律 滥权 因为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以伤还伤 这是一个审判基准 那应该有公正的审判机构 然后有公正的执法机构执行 而不是有受害人自己替自己申冤 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个 然后他就讲了一些例子 有人打你右脸 连左脸有一个和他打 那你知道 打人右脸左脸是什么意思 我们习惯是用右手 右手打人的时候 右脸和左脸 一个是这样打 一个是放过来打 对不对 右脸左脸 也就是说我爱打了 我还被打第二个 这个情况上是这样 一个恶人 我愿意受屈辱 有个人来讲不报复 强调者不报复 所以要拿礼仪 我甚至连外衣也被他抢走了 OK 我不报复 然后 有人逼你走一礼物 就是罗马的法律 士兵可以要任何一个人替他背行李 不过只能走一礼 然后你甘心情愿 跟他走两礼 然后有求你的给他 借贷不可推迟 虽然这个人的求 这个人的借贷可能有去无还 不报复 所以不坚持自己的权利 本来我的权利是 你只走一礼物 这是权利 你只能一礼 不能再两礼 但我放弃自己的权利 自我牺牲 叫做以善报恶 所以这就是这样 那你本来只要就是我一礼了 那么当时法律规定 你可以拿礼仪 不能拿外衣 因为外衣是睡觉的被子 但我连外衣都甘愿让你拿走 这就是说我不报复 而且自我牺牲 所以用这个例子来提到 这个你对恶人要如何 所以有人这样说 以怨报德是魔鬼 别人对你好 你反而害人家 以怨报德是魔鬼 魔性 以德报德是人性 人性就是你怎么来 我怎么去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谁怕谁 这是人 但以德报怨是神性 那这句话有几分道理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对的 我是以怨报德呢 以德报德呢 还是以德报怨呢 那从这个就引申到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就是爱仇敌了 他说什么呢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是 四十三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要爱你的灵色 恨你的仇敌 这句话 就不是声音上 直接这样说 这是拉比的教导 他是把两句话合在一起 爱你的灵色 是出自于 摩西律法的 《历位记》 十九章十八节 但是没有说恨你的仇敌 这句话没有的 不是圣经的 这是拉比教导的 所以爱灵色是有的 恨仇敌是没有的 相反的 真言 里面就有提到 爱仇敌 在罗马书十二章就引用过 仇敌饿的给他吃 渴的给他喝 这句话来自于真言二十五章 但罗马书十二章引用过 所以有爱仇敌的教导 从来没有说恨仇敌 但是爱灵色是有的 所以你知道 拉比很诡计的 把这两家在一起 这变成拉比的教导 然后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的仇敌 哇 就是胜过 在中国古代 你知道春秋战国时代 公子孟子 儒家的 还有一个莫子 这个莫子出生于儒家 可他成了一个莫家 他要兼爱天下 就是无差别等级之爱 对我的父母跟对你的父母 我一样的爱 一样的爱 无差别等级之爱 孟子跟莫子辩论 但不是活着的时候辩论 因为孟子出生的时候 莫子已经死了 那活人吗 死人 他说爱当然有差别 要亲疏远近 所以你想想看 孟子不赞同爱无差别 那请问孟子会赞成爱仇敌吗 我相信连孟子也不同意了 在中国 中国的仁理道德 绝对没有爱仇敌 这样的教导 尤其在今天的中国 我们对仇敌是绝不守软 对不对 这话叫很大声 绝对不会有爱仇敌的 可是耶稣的教导 是非常革命性的 耶稣说 对你的仇敌是要怎么样 要爱你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的话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就是天父 他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 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 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都担心你弟兄的安 这比人有什么常处呢 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爱你爱的人 爱你自己的家人 爱你自己喜欢的人 那有什么细节 强盗也爱自己的儿女 他也有所爱 有所恨 对不对 会杀一些无辜的人 可是他最爱自己的人 那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爱 是胜过文师法利塞人的义 胜过一般外邦人的义的话 我应该什么 那就是爱仇敌 可是这种爱叫做Agape 圣经中的希腊文有四个爱 一个叫Agape 另外一个朋友的爱叫Fileo 这个字只用Agape 爱仇敌是用Agape 当然结婚的姐妹 大概知道 爱丈夫要用Agape Fileo是有来有往的 朋友嘛 你对我很好啊 你对我朋友啊 对不对 所以朋友的爱是 因为本来是有好交情嘛 Agape的爱就不一样 不分对象 而且无限制 所以爱仇敌Agape 爱丈夫Agape 当然爱老婆也是 然后为什么这边爱仇敌 那前面不是说以艳还牙吗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错乱 以艳还牙 以牙还牙 这是一个审判官 法官的角色 这个执法者的角色 所以对于执法者 你应该公平审判 要罚恶 惩列 以艳还牙还牙 他打伤了多少 该是同等的处罚 但是对个人受害者而言 我要学习饶恕 不要报复 但是你做法官 你不可以滥用这一点 有的法官 就是去饶恕犯罪的人 这算什么 爱仇敌 犯法的人不是你的仇敌 你爱他你爱什么 不是 你是要执行公义的法则 这两个不能够混淆 不能够混淆 所以今天是我们的问题 当然很多细节 你可以看我的书上 我不但讲了一些道理 我也讲了一些例子 你怎么样能够执行公义 又有爱 这两个怎么样 事当的平衡 所以耶稣说爱仇敌的时候 绝对不是抹杀了 公平公正的 法律审判的必要性 相反 维持住他的重要性 最后一句话 48节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 完全一样 这个完全 其实就是成熟的意思 我们要 慢慢让我们的属灵生命 能够达到像神那样生命 既然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慢慢往这方面追求竭力 追求长进 以这个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结束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那我也提到说这本书就天启意录 这个内容在这里 给大家做参考 那总而言之就是盼望 自在蛮长的圣经 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天国的义是超过人间 包括文士法利塞人 这种最教导主义的义 还要超过他 超过他不是更严格的规条 而是从内在 而不是从外面的行为去约束 这种内在 而且是靠着神给我的恩典和力量 当我深深的感觉到 哎呀我实在真的达不到这一点 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祷告 邻里贫穷 用邻里贫穷的祷告 呼求神的帮助 呼求神的同在 我们要竭力进入完全 竭力进入完全 能够类似越来越像生命长进 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能够活出天国的义 而且活得像天国的子女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主日的崇拜 愿你的话语 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心里 去遵行你的律法 使我们的义 只胜过文士和法利塞人 那种表面的教条主义的义 好让我们的生命 彰显你的荣耀来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我是人家委队主席 谢谢你 安心 谢谢你 感谢观看